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口碑崩盘,谈松韵芒果关系,赵露丝新综艺,邓佳佳演技,宣露女二专业户 01 好久没有看到你说杨子了,她这个电影什么时候能杀青啊? 女心理师对她后续作品会不会有影响? 答,杨子今年寄予厚望的余生,请多指教以及清三行都没能顺利播出 之上映了一部女心理师,女心理师虽然评分不算太好,结局还烂尾 但是好在热度不错,优酷自己是满意的,杨子的口碑还是稳住了的 杨子这边裂毒快要杀青了,杀青后就要准备无缝进组到新剧《苍穹之北》了 词文传媒和神舟传媒出品,航空主旋律剧,导演是大江大河的黄伟,男主目前谈的是罗进,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剧组 只要不是太悬浮,起码口碑能保证 杨子跟鹅厂这边还有一部古偶剧合约 也是大制作 蒙贼探探案2杨子也会参与录制,杨子合约结束后有不少业内公司都在跟杨子洽谈,不过目前还没有定下来的 02 榜妹好久没有没有听你说起过谭松韵啦 说点 答,谭松韵正在拍摄《向风而行》,已经拍摄到尾声了,快要杀青了,杀青后会稍微休息下,会去你好星期六担当飞行嘉宾,他跟芒果的关系还是维持得不错的 接下来还会有一封红袖杂志封面 03 榜妹说下赵露丝 女儿杀青了 后续有什么安排 答,赵露丝心汉灿烂杀青后就是稍微休息一下了,毕竟21年一直无缝禁组,欠下的商务活动也会一并消化完毕,新剧后浪的开机预估要2月份了,手头上还有个雨光同行在洽谈中,还有爱奇艺综艺叽叽喳喳的生活,非常看好露丝22年的发展了 04 榜妹有看杨明立万 邓家家真的太美了 演技也好 说点她的资源 达杨明立万算是今年的小成本黑马电影了,票房跟口碑都很不错,邓家家的演技在业内还是有口皆碑的,接下来会出席第十六届华语青年电影周闭幕盛典,新剧也要开机了上有老下有小,跟杨乐合作 05 榜妹宣录跟金翰的剧什么时候能杀青了 达许你岁月静好,已经在收尾阶段了,春节前差不多能杀青,宣录最近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小成本网剧单任女一,大制作网剧单女二,没有抗剧压力,刷脸还有热度,就要准备进组到仙剑奇侠转四了,角色是柳梦黎,又是他非常拿手的古装剧了 王一博现唱《替我诉说》风起洛阳将海外播出,热度全面提升 王一博一直都是公认的正能量艺人,最近王一博现唱了《替我诉说》,用歌声致敬英雄,致敬每一位人民警察 听到王一博现唱这首歌,网友们也都联想到了王一博主演的《冰与火》 在《冰与火》中王一博饰演的《世纪独警察》,选择王一博现唱这首歌,大概也能够让大家更加为之动情 最近一年的时间里王一博曾多次现唱正能量歌曲,如今王一博现唱的歌曲已经能够凑成九宫格歌单了,粉丝们也可以大饱耳福了 正能量艺人是一种身份,同时也是一种认可,王一博出道有七年的时间,一直以来他都肩负起了自己的责任 在台上他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艺人,不喜欢说空话,也不会弄虚作假 王一博给粉丝们也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如今很多粉丝都是被他的气质和态度折服 王一博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待各种困难的态度,都让粉丝们感受到了力量和支持 这大概也是一个合格偶像应该做的 如今王一博实现了自己,也没有让所有喜欢他,支持他的粉丝失望 今年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如今王一博的热度还在高涨,虽然他也会一直被黑粉盯上 但是热度和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前一段时间王一博参加了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 平台的总热度超过三亿,王一博单人的热度就超过了一亿 王一博为平台贡献了三分之一的热度,这样的数据真的很惊人了 最近一段时间王一博真的非常高产,王一博在晚会之前发布了自己的新歌 在晚会上献上了自己新歌的舞台 在影视剧方面王一博也有不错的成绩 之前王一博参演的《电影无名》就正式杀青了 这部电影中还有梁朝伟、周迅、王转军等演员加盟 不仅如此,王一博主演的《风起洛阳》也取得了很好的收视效果 目前这部剧已经大结局,作品播出之后受到了全网的肯定 而且这部剧也即将输出海外的平台播出 王一博的海外影响力又将更上一层楼 前一段时间王一博还荣获了第五届《Kemafia》最佳男演员 这一次的荣誉也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王一博的演技和表现再一次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支持 过去的一年里王一博解锁了三个角色 2020年末播出的《有匪中的谢允》 从《理想照耀中国》《中志静先列讲先云》 再到如今《风起洛阳》中的《百里红异》 王一博对角色的把握更加游刃有余 王一博是对剧本有很高要求的男演员 从他的每一个角色都能感受到 王一博选择的角色和他的适配度都很高 目前王一博还有三部带播的影视剧 作为演员王一博一直都在路上 其中最有可能尽快播出的大概就是《冰与火》 这部剧中王一博的演技是收到导演和前辈的认可和支持的 期待新剧早日播出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